膝关节炎怎么用药 正将运动医学诊疗中心西怀病区主任医师 膝关节炎用药 那就要看关节炎我们分一个干性和湿性 就是说湿性是什么 就是关节肌液的这种 那肌液也要看原因 是因为外伤引起的这种肌液 还是因为骨关节炎引起的肌液 还是因为其他类型的这个滑膜炎 结合性 风湿性滑膜炎 所以说只要肿肌液 那你肯定是制动加这个消肿 这个是所有都要用的 同时还要查其原因 根据你这个肿胀引起的原因 来做这个原发病的治疗 这个非常重要 否则就是治表不治本 所以这个很重要 要查原因 通过化验啊 通过各方面的来决定 是个什么性质的化膜炎 在消肿的同时 再去治这个原发病 这个才能起到一个 去病 去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常规的用一些消肿药的啊 最常见的七叶灶带类的啊 草木锡这一类的啊 还有一些中药类的一些比较红花 那一类的啊 丹森这种都是消肿的 还有一些高药 像一些都是可以用的 这个消肿的 专家提示 一 只要有肌液 就需要制动加消肿 同时查其原因 做原发病的治疗 二 常规的消肿药 比如七叶灶肝类 草木系类 三 还有一些中药类 比如红花 单身 还有一些高药 都可以用来消肿 但是要用来消肿药 所有的消肿药 都可以用来消肿药 可能是 再继续药